大家好 今集驗樓個案分析 是位於日出看城的Marini 分析之前提提大家記得訂閱 JAN驗樓事務所的Channel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就可以獲得更加多驗樓資訊 Marini 日出看城發展項目第9A期 樓高61層 分設3A和3B座 各典型樓層設12貨標準戶 單位開職以1貨至4貨為主 合共提供647貨單位 今次和大家檢驗的是一個兩房開放式單位 首先來到外場試水環節 為了進一步提高試水質素 我們引進了符合建築標準所用的 幕場試水窗 為業主進行外場試水 資料片段看到建築期間 幕場承辦箱的工人配合雕雪 用特定標準的試水窗進行幕場試水 遵照美國建築製造商協會 AAMA標準 以30到35個PSI 相等於210到240個KPA的水壓進行試水 分開研樓現場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也採用了同款的幕場試水窗 務求更緊貼建築期試水規格 試水窗獨有的伸縮設計 即使面對遠距離的位置 亦可以更精確地控制射水 和目標之間的垂直距離 以確保試水質素 試水重點包括 波膠 玻璃膠 鋁窗的四邊 露台拓門的四邊 所有幕場鋁窗 和露台拓門均通過測試 沒有發現滲漏 而外牆試水 亦作為儀器檢測前的熱身運動 即使遇到輕微滲漏 亦會更容易被儀器偵測得到 來到紅外線熱成像全屋素描 物料溫度以顏色表示 紅色為高溫大 藍色為低溫大 如果出現異常高溫大 或者異常低溫大 就需要作進一步調查 以確定是否有滲漏問題 結構性缺陷 或者電力設備過熱等情況 隱性滲漏 是一個令人擔憂的隱患 要進一步確認 就需要出動導電式濕度移 量度電材的中心 濕度 我們採用屋穴柱 食環柱 滲水聯合辦事處 所用的同款濕度兒 Survey Master Portometer 而氣有保證 業主更加安心 我們發現多處靠近窗邊的木地板出現發黑 其中一個成因 是水氣令煤菌之身所引起 而部分發黑位置 執修部門自圖用執細有來化妝 但這樣並不可以解決根本問題 濕度檢測發現 發黑木地板的確有濕度偏高的情況 可能曾經受過水患影響 我們再深入調查 墨長女蓋碰口有折膠 這個是比較可見的 一般情況這些位置是不需要折膠 去年10月 香港壽司紫山和原規連環吹集後 收到多宗莫長滲漏報告 額外的折膠可能是曾經滲漏位置的臨時止水措施 另外我們亦發現外牆預製組件碰口 Picasse-Vicasse-John 尊現多處缺口 不排除是另一個結構滲漏成因 廚房星盤出現滲漏 原因是星盤邊之膠欠佳導致 廚房和浴室地台去水隔氣磚內有沙石泥舊尾清理 浴缸去水隔氣磚就相對乾淨了 食水供水壓力測試 正常淨水壓應維持在三個巴至六個巴的水平 而單位的淨水壓為三點七個巴 通過測試 流電斷路測試RCD Test 檢查全屋13A梳了的地線 水線、火線的接駁是否正常 用工業用紅外線測溫槍、檢查雪櫃、浴室寶、三上電熱水爐和冷氣空調等運作溫度 冷氣空調製冷測試 冷氣空調製冷測試 還要收集回風溫度數據 還要收集回風溫度數據 計算出溫差 DELTA T 根據基電工程處建議指引 DELTA T數值應不少於11 全屋冷氣空調製測試 全屋冷氣空調製測試 假天花上是我們必然檢驗的項目 因為上面有不同的間隔、結構和裝置著不同的屋宇裝備 試電筆檢查接線酥的大電情況 總括來說 假天花上大致情況良好 我們只是發現一處輕微石屎缺陷和鐵線 冷氣空調製測試 假天花增設山口有利於日後維修 但這個山口就被上面的機電喉管阻礙 而不回置 主人房的假天花並沒有增設山口 這樣便會增加日後維修成本 屋宇不少單位的大門和廟門都出現大小 可能因為受潮濕天氣影響而出現輕微彎曲變異 導致鎖理和鎖片出現不對位 令開門和上鎖造成困難 檢查旅門旅窗我們不會單靠試水 除了波膠和玻璃膠、窗膠、背扣、窗底托等五金功能 亦需細心檢驗 鎖片keeper 欠螺絲 白色的窗底托是需要同時安裝窗框和窗浴才能起到作用 而窗浴的底托就裝漏了 這隻千秋槍亦有裝漏窗底托的情況 這隻千秋槍亦有裝漏窗底托的情況 拍一拍平水尺就更加明顯了 如果你都遇到家居奇難雜證 歡迎留言給我們分享一下 好了 我們下期見